嗨 嗨 我們剛剛說今天要帶大家來景格珠海景點 第一個點就是波折萬千的牛津街 為什麼說很波折呢 因為我們剛剛在飯店的櫃台 詢問了他們的禮避人員 然後呢我們打第一也詢問了師父 都沒有人知道這一條街 這個秘境 對 是一個珠海當地人都不太知道的地點 但是我們是在西層上面看到 那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就跟我們一起走吧 人家真的很像牛津街 不是我們下來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當地人都不知道 在那一小熊 我們都已經來吃飯了 我們剛剛從牛津街裡開 跟大家說我們要帶大家去吃東西 但我們沒有選擇在牛津街吃 我們到了它對面的一個 這叫什麼 關仔莎廣場的地方 這裡有一家雲吞麵 雲吞撈麵 雲吞撈麵 看到嗎 欸 妳這樣看得到什麼嗎 妳這樣看得到什麼嗎 妳這樣看得到什麼 喔 夾子 放到外彎掉的時候就是這樣喔 對 雲吞 我的這一盤它叫做 牛津街 吃一下雲吞撈麵 其他的招牌 你看到牛肉塊 然後呢 都可以做乾的或是湯的 我覺得它的杏麵 看起來很入味欸 已經迫不及待相吃了 然後呢 我們還有 喔乾的話它會附一碗湯 青魚湯 那我們還有一碗 杏肉的雲吞湯麵 它真的就不能做乾的 因為它會說它的味道是超它的湯頭 那我們就要先來吃 魚湯 卡丟 沒有到多卡丟 吃一顆魚湯給大家來看 嗯 好燙喔 是亮很多的魚湯 而且我喜歡它的皮 它的皮就是那種 不會很像湯的混沌淡淡的 是有點脆脆的皮 然後麵 麵感覺有點有彈性 麵就是 會彈牙的撈麵 如果我喜歡吃港肚的 不是港肚的嗎 反正那是 很有嚼勁 很有彈性的那種麵 好那我們要認真吃飯 好燥 好燙喔 是 好吃嗎 很燙喔 哈